广东省梅州市5月2日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 截至5月2日14时 广东梅大高速茶阳路段他方灾害已造成48人死亡 另有三人的DNA在进一步比对确认 30人受伤 无生命危险 经排查 伤员人员中暂未发现有外籍人士 发布会一时 梅州市委书记马正勇 代表梅州市委市政府向遇难者表示沉痛的哀悼 并提议全体起立 为他方灾害中的遇难人员默安一分钟 灾害发生在梅州 造成了重大人员伤 对多个家庭造成了严重伤害 我们深感痛心 深感不安 深感内疚 深感自主 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 我们与越南的家同悲同爱 也深切关注受伤人员的身体状况 我们将继续调动一切资源 全力做好人员的搜捷 伤者的救治 家人的安保的工作 确保善后工作 有序进行最大限度 给市者以尊严 给家属以慰藉 给群众以保障 梅州市委副书记 市长王辉在会上介绍 该市抢抓救援黄金时间 全力开展现场抢险救援工作 共调派应急公安 消防 卫健 交通通信等各类救援力量577人 调集各类救援车辆64辆 对事故区域进行网格化救援 开展地毯式搜救 未发现微化车辆 客车等大型车辆 救援工作仍在有序进行中 我是统筹安排卫健部门专班进驻救治医院 开通伤员救治绿色通道 紧急调配救治专家和物资 共组织12名省级医疗专家 20名市级医疗专家 30辆救护车 200多名医护人员开展多学科会诊 采取针对性救治措施 尽最大努力救治受伤人员 记者发布会现场了解到 目前30名伤员均情况稳定 无生命危险 在广东梅州大部 江西 福建等地 通过电话实地寻找失联人员的家属代表 梅州市安排专人一对一对接服务 全力做好遇难者及失联人员家属的安抚和服务工作 据悉 为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发生 当地以组织协调国家省地质专家赶赴现场 开展灾害现场调查 评价灾害体及其周边泼体稳定性 划分安全区域和危险区 指导建立危险区五个人工观测点 布设两个仪器设备观测点 对灾害体及其周边泼体进行24小时监测 接下来我们的主要工作 一是抢时间抢进度 采取机械不停停烟轮班的方式 多个工作们同步 不简单的快诊持久 或是继续快诊轻易工作 对14期议进行无死夹的清理 切保现场 故意漏硬后的食量和盈盈 同时 采取生命的探测银 银腿的搜寻仪能势必 开展潜伏跟搜寻 三是 持续开展救援反景的监测 细向服务等救援保障 切保不发生出场灾害